上流寄生族除了是首部非英語最佳電影外 馮進奧更加升格為奧斯卡最佳導演 他過往執導的電影 通常都以黑色幽默配以社會議題的反思為主 這位自我風格強烈的韓國導演是如何成長呢? 中學時期馮進奧通過電視觀看大量外國電影 但由於父母反對情況下 馮進奧考上韓國名校延世大學時 並沒有修讀電影相關科目 而是主修社會學 在他大學就讀時期 韓國發生過光州事件、六月民主運動等浪潮 馮進奧當然有參與其中 還曾因為扔汽油彈而被捕 二年五十歲的馮進奧主要都是拍攝眾多社會階層的陰蔽面 雖然他被前總統朴槿惠政府列為魏民界黑名單 但他的作品廣為世界影迷所認識 而他也是繼理安之後 成為亞洲另一位奧斯卡最佳導演 然後那次是大自動作品的品牌